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美兜听线 那么现在呢 这个美国大统领拜登从日本这边匆匆回到美国了 回到美国去以后呢 跟这个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见面 谈美债上限问题 现在谈不拢 没有任何的结果 那华尔街呢 实现的是严正以待了 美国两党就债务上限问题持续拉锯 当年时间5月22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白宫就美国债务上限问题进行讨论 但尚未达成任何协议 就在当天早些时候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再度警告称 国会与白宫仅剩10天的时间达成协议 若国会再不采取行动 提高31.4万亿美元债务上限 财政部极有可能无法在6月初 甚至最早6月1日之前 履行美国政府的所有付款义务 伴随着美债违约倒计时 深响起 华尔街银行和资产管理机构正严正以待 为美国历史上首次债务违约 做好准备 据彭普罗斯的消息 22日晚间 拜登与麦卡锡在白宫就债务问题进行会谈 但这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的谈判 并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 今晚的基调比我们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 麦卡锡在会谈结束后说 他与拜登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 只是我们还没有达成协议 麦卡锡表示 在达成协议之前 他预计每天都会与拜登通话 在会谈开始前 拜登成对媒体表示 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他坚称除了共和党要求的节流外 民主党更需要开源 例如调整税收政策 我们的分析在于 我认为我们应当关注税收存在的漏洞 确保富人缴税 他们应支付的份额 但共和党方面对此态度坚决 不 我们不会考虑增加收入 麦卡锡在会后强调 共和党拒绝任何税收改革作为债务协议的一部分 民主党要问有钱人抽税 因为主要是社会精英 大家要搞清楚 民主党是由什么人来构成的 主要就是美国那些律师 还有那些家庭条件 还一般般的 比如说 我是社会精英 你是一个有名的律师 你是一个有名的医生 你或者是一个基层干部一点点这样干起来的 或者你是政府部门里面 而共和党大家都知道 共和党基本上全是他妈的资本家 是这么一个构成 资本家 大农场主 你看那个布什他父子两个 就是典型的 在德克萨斯州都有地 又有石油 就是老子当完儿子当 他们都是这种大农场主 大庄园主 那么你拜登要抽税 无非就是向他们去抽税 对吧 向他们去抽税 那你说他们会同意吗 肯定不会同意 所以说你看这个美国 有钱人他妈不想缴更多的税 而且包括美国很多那些硅谷的公司 他一毛钱税都不交代 什么马克 沙克伯格 什么马斯克 什么这个杰弗贝索斯 亚马逊老板 那些一毛钱税都没有 他都在合理避税 或者说美国他就是主要靠中产阶级在纳税 在这里活着 这就是美国 这就是政客都是资本家的棋子 所以说这就是资本主义 债务违约就违约了吧 他就是要赖账 就是这帮东西 所以说你不达成的话 那华尔街 那你美国就是信誉就是破产了吗 其实西方的资本主义的信誉 早就已经破产了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 实实实实在在的 就是强盗跟奸商构建的一个大公司 成立了一个美国大公司 所以说真的 今天还信仰美国的人啊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了 你也就要知道 你加入的这个联盟是个什么联盟 你是属于四等奴 第四党的 所以自己心里要有个数 在面子上可以称一称 但是在私底下 没能在的时候 真的要为自己做考虑了 而且你看美国这边 他如果有金融危机的话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用耶伦美国拜登政府的话讲 美债违约股次暴跌45% 对吧 那可能是全球性的这个危机了 那中国也跟美国说了嘛 说你们这个有债务问题 你们赶紧要解决掉 解决好 否则的话对全球都不利的 这也是一个事实 这也是一个事实 那么所以说 这一场剧啊 我们有的要看了 双方都谈不拢嘛 都是强硬的不得了 一个个都是自尊心极强的 今天美国这帮政客们 他们我个人感觉 我个人感觉个人的那种 就是有的时候不是在就事论事 有的时候 人家只要叫对事不对人 我看美国跟西方新来的政客 有一个特点 就是对人不对事 我就看不惯你拜登 拜登呢 我就他妈的瞧不上你 凯文麦凯西 什么软东西 一个妈 一个娘炮 贪腐家族 对吧 都是这样的东西 都是 你看他们在种种辩论当中 都是人身攻击的 就对你这个人 人身攻击外貌啊 或者你的一些事 就蠢 以前你看希拉里跟川普 攻击的很恶心 拜登跟川普也是 那么我们再来看啊 再来看一件事情啊 金砖国将货将开发银行 作为INF的替代品 俄罗斯议会报告 能源贸易的非殖民化 从美元到国家货币报道 金砖国家 或将新开发银行 就金砖银行 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替代品 报道称 使用能源信贷 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特别提款权 也可作为金砖国家之间 相互贸易的潜在选择 能源出口国 可以为他们需要的项目 筹集这些借贷资金 尽管存在贸易不平衡 但这将增加本币 结算贸易量 新开发银行 可以成为 发放这种能源信贷的平台 专家表示 这样一来 这种能源特别提款权的 多币种性质 将增加其可兑换性和流动性 为了新的国家加入 金砖国家将增加 组织内部的贸易量 报告指出 金砖国家需要 更积极的发展 当地货币的融资和借贷 专家们警告称 继续使用西方货币的债务计划 充满了制裁风险 实际上相当于 继续用美元和欧元进行贸易 报告中指出 发展中国国家需要建立 努力建立自己的支付和金融基础设施 闹过西方的基础设施 然而各国没有几十年的时间 来建立一个类似美元 石油美元的系统 他们现在需要可行的贸易解决方案 所以说呢 现在大家也在想尽一些办法 建立发展中国国家 和自己的新兴市场的 自己的信用体系 和自己的这个平台 也就是这个金融基础设施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朝这个方向 在努力 必须要跟西方的金融进行脱钩 否则的话 你美国他 美国天天制裁这个 制裁那个 怎么制裁啊 不就是因为美元的强大吗 所以他才能够 这制裁这 制裁那 制裁这 制裁那 对吧 还有什么 那个Gas的Swift系统 在比利时建的 对吧 也是 天天他妈的B制裁俄罗斯 制裁这 制裁那 制裁这 制裁伊朗 制裁朝鲜 接下来肯定是不是要对中共进行制裁啊 所以说我觉得非常的恶心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想办法建立自己的这个体系 那么现在美国已经着急了 45架F16战机要给乌克兰 他们伤到谁 在华府明确表态 不会阻止盟友提供乌克兰F16战机后 可能的供应国开始浮现 而军事分析家塔克维认为 丹麦及荷兰将供应 基辅45架F16战机 据保加利亚军事网报道 塔克维得知 丹麦与荷兰将提供基辅45架F16 以弥补自从他遭俄罗斯侵略以来 所折损的米格29战机 也指出 涉及相关交易的第三方是比利时 不过比利时负责的是 趁F16送交乌克兰钱 将他们进行大修获升级 尽管相关消息目前还无法证实 但荷兰已同意 它是F16可能的供应国之一 据荷兰公开来源情报 分析和统计网级战争研究团体 林扬说 就在传出荷兰将提供基辅F16后 阿姆斯特丹取消了原本要出售 战机给私营战术训练公司 飞龙公司的协议 那么也就是说 我跟各位讲 你今天一定要明白一件事 在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的 不是乌军 是北约军队 是穿着乌克兰军装的北约军队 现在他们其他的武器都没有任何效果 现在就认为说F16要上了 也许后续可能F35都要上了 所以说我就在想 这个F16要过去45架这么多 我到时候看看他们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然后我在想 这个F16从哪边飞 如果是说从波兰飞 还是从境外飞 飞到乌克兰的话 那么他们这些空军基地 是不是可以作为俄罗斯的合法的打击目标 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所以说我个人感觉 我很想看F16跟俄罗斯的战机在这里对打 是什么样的局面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期待 我觉得挺有意思 挺有趣 所以说呢 这个就代表说西方真的着急了 原来呢都说 就是他们会有一个阶段 认为一开始嘛 说给乌军只提供 给北约军队只提供 轻轻武器 后来呢又说要提供战车 战车去的呢没用 海马斯嘛也提供过去了 也没用 什么标枪反弹个导弹嘛 也没用 后来嘛又说要放开爱国者 爱国者去的也没用 再后来又放开 想要放开F16 就说明通过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 西方真的是在节节败退 到最后我估计是不是F35都派出来了 F22也要派过去了 这个就好玩了 这个就好玩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现在心态是非常的着急的 非常非常的着急 美国国务院澄清 不会解除对中国方长李尚福的制裁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2日表示 美国不考虑解除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现有制裁 美国官员曾表示 对李尚福的制裁不会阻止他与美国同行举行正式会晤 制裁也不应该成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军事对话的障碍 报道称 美国总统拜登上周末对记者表示 他不会考虑放松对中国官员的制裁 以改善关系 他后来提到 解除对中国方长的制裁 目前正在谈判中 美国务院22日沉浸了美方的立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周一在他的首次镜头前的简报会上被问及 美国是否正在考虑出于谈判目的 放松对中国军方高官的制裁 他明确表示 不 我们没有 那么大家都知道 你没有 那咱们就不见面 咱们就现在保持这种状态 对吧 我就挺好 然后呢 但是有一点就是 日本的防长跟中国防长 已确定六月份在相会上面 就相格里拉论坛上面见面 所以我就说嘛 这个日本呢 既然这个天皇都把安倍金赛给处决掉了 把岸田文雄呢 都这个搞得 比较的这个狼狈了 那么安倍的老婆呢 又被撤撞了 所以说呢 也给这个日本天皇一个面子 给他吃个定性丸 就中国防长 就是给他们吃个定性丸嘛 有一个沟通嘛 大家就说中日就不要打仗嘛 对吧 这是个意思吧 所以说 这个里面就开始 在这里面做分化的一个事情 跟美国防长没啥好见 你不解除制裁 就不跟你见面 对吧 所以说 最急就告诉各位 美国现在情况岌岌可危 债务呢 上线要到了 要赖账了 这边呢 俄乌战争打的真的很一坨屎 F16 45架都要过去了 这边呢 又要跟中国来见面 但是又不解除对中国的制裁 现在就是僵局 现在就是一个僵局 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僵是美国的僵 不是我们的僵 谢谢各位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